哈喽大家好,我是美丽儿呀 这里太神奇了吧 腋下竟然埋着铜锣烧,蛋糕,水果,还有玩具车 这是哪个土豪的腻道呢 大半夜,三小熊被一阵叮叮当当的声音吵醒 却啥都没发现 这一宿虽然也是没睡好 和小杜拉说了昨晚的情况 小杜拉慌了一批 最近小杜拉有点反常啊 零花钱没涨,却又吃不完的铜锣烧 试出反常必有妖,人若反常必有刀 傍晚,大熊又被叮当的声音吵醒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竟然是从洞里传来的 为了一探究竟,直接扎了进去 没想到这里的土还是软的 黑漆漆的空气中越带一丝青田 继续往前走 声音越来越大 就见一个体态肥瘦的影子 凑近一看 原来是蓝胖子啊 跟小杜拉下一机灵 竟然被发现 只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土里埋了好多铜锣烧 这里都是合成矿脉 回到了地面 拿出秘密道具合成矿山元素 各种元素的混合液可以合成任何东西 有了它 地球上的万事万物都可以种出来 小伙伴 明明我已经想好要种啥了 吃货大雄要种出点心 大吃特吃 满心期待 第二天放学 大雄也无心和胖虎小夫扯皮 归心自剑地跑回家 看着邻居送了水果 打起了如意小算盘 为了掩人耳目 晚上两人来到后山 打算搞个更大的矿脉 用燕鼠机器人来挖洞 再拿出元素混合液 还有水果统统倒进去 翘首以待 静等丰生 有好事自然要告诉静香呀 三人飞到后山 小多拉拿出强力十字搞头 无论多小的力气 都可以放大一百倍 三个打工人有了道具的加持 开始挖土摘水果 很快就挖到了坚硬的土纸 这一说明 离矿迈近了呀 不一会儿 就挖到了新鲜出炉的 苹果百丽大压梨 哇塞 还有青王葡萄 大家感受着劳动的甘甜 丰收的喜悦 胖虎和小夫为了验证 四驱车的性能 好巧不巧 掉进了小多拉培育的元素发酵土里 星际玩家胖虎干脆把遥控手柄也扔了进去 追赞批后的小夫发现了洞穴 听到欢声笑语 进去一探究竟 看这成堆的水果 不吃白不吃 白吃谁不吃 白吃才不吃 大熊让小夫拿点心过来交换 虽然很是不理解 但还是把点心扔进了洞里 临走时 静香也偷偷把鲜的东西扔了进去 随着队伍的不断壮大 旷迈资源越来越丰富 设备也专业起来 四个打工人动力舔尾开路 没有困难的工作 只有勇敢的打工人 水果隧道 巧克力松露 布朗尼隧道 应用尽有 水开塞帮子可劲造 香啊 灶啊 吃完土泡泡啊 吃的太饱了 只想躺着自我凋谢 咦 静香咋还没出来呢 这边的静香还在奋力的挖着 没想到挖出块蛋糕 并不是自己想要的 大熊那边有了新发现 静香坠坠不安 赶到了大熊这边 原来是挖出了玩具车 还好静香的秘密没有被发现 静香也是拼了 大力水手附体 终于挖到了自己最爱的东西 竟然很快找到了吃毒屎的静香 小伙伴 你知道静香挖出的是啥吗 如果是你 你想买点啥呢